王家 不对呀 是你们该滚 我是王家的长子 大日本帝国联合酒厂的厂长 让我滚 我明天带着日本宪兵队 把你们都赶出去 我滚 够你呛 我滚 赵老板 您是 我 我是杜尔萨 杜尔萨 你怎么成这样了 一言难尽 快进屋吧 永祥 永祥 杜尔萨 你好不容易出来 干嘛不想办法赶紧回法国 跑到绍兴来干什么 我身无分文呢 没法回法国了 而且我以为 绍兴会比南京好得多 没想到 这边呢 也今非喜悲 可最重要的是 我上次没有拍到你画画调的画面 所以心里有点难受 我想 我明白了 你不是说 去去乱石山 客佛像 洗青革面去了吗 怎么他就一转脸 就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县长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天天跟我说 读案卷书 那点学问 都跑到狗肚子里去了 姐夫 十年寒窗未作官 这个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这老孙家真是一个比一个有出息 汉奸的帽子一个戴的比一个高啊 你就是个官迷 我是不是得恭喜你呀 你终于当上县长了 你是不是觉得你都光宗耀祖了 来 你坐 坐下 小河 您放心 我在乱石山能化腐朽为神器 也一定能治理好少将名垂千古 外国贼还想名垂千古 那钟其量是个情婚 李太医你知道不知道 你过去干的那些坏事 人家恨你 那叫家仇 现在你当了日本人的县长 人家恨你 这叫国恨你 这叫走狗 你就不怕让人家绝了你们家的祖坟 踏骨拓灰吗 人各有志 我是为救少兴民众而出山任职的 人善之心苍天可见 说得比畅态还好听 赵仪迪 看来你是铁了心拒绝酿到女儿臣了 这样也可以 我和宋天先生商量过了 只要你把女儿臣秘方交出来 和我们签署一个品牌转让书 再告诉我们神教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保证 不会再来逼你 我要是不答应呢 那我就带领伊藤君去凤凰铺老宅 苏南生 你从小在绍兴长大 赵家到底有没有神教 有没有秘方你清楚得很 你们 你为什么要这样处心积虑地害我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 竟然还救你的性命 喂 喂 赵老板 看来他们还没有准确地表达我的意思 其实我是非常想念 凤凰坡那个神奇的地方了 没得像梦中仙境啊 这样吧 再给你一段时间考虑考虑 但是你只能留在你的酒楼里 不能离开绍兴半步 不过如果赵小姐执意要离开的话 也没有关系 因为只要你一天不再纠结 我就杀一个人 直到赵小姐出现为止 出生 赵小姐 赵小姐 你生气的样子真的很可爱 正如你们少秀人每天咪酒成夜一样 我一天不闻到新鲜血液的味道 我的心里会发黄 是 丁叔 咱们这都搁了十多天了 什么时候才搁得完啊 这要是腰炉在就好了 一个人能顶好几个呀他 丁叔 别给我提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好好好 好好好 赵大掌柜大 你若不孝立皇军 几天先生只有派伊藤和我去凤凰坡 烦请老爷子出山酿酒 老爷子那脾气你知道 万一跟伊藤太君犯起倔来 那可保不准赵家会有雪光之灾啊 你们这叫先礼后兵吗 这分明就是逼上凉山逼人上吊啊 也真是怪了 你们这骨头可真够贱的 就这么喜欢给人当狗使唤 让你们咬谁就咬谁 回去告诉松田吧 我们赵家早就金盆洗手 不酿酒了 更不可能给别人当狗 好吧 牛队长 让你的人把这边围好了 如果赵掌柜的 要出去半步的话 一堂军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说赵一迪要是离开绍兴城一天 他就杀掉酒街上的一个人 赵一迪要是逃跑了 他就让酒街上所有酿酒的人 统统死辣死辣地 告辞了 赵老板 怎么回事呢 你们俩怎么会成这样呢 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们要这样反目撑稠 我心里真的很别扭 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吗 不用了 杜尔萨 你刚才也都听到了吧 这儿的情况 多多少少你也都了解了 这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 这样吧 你不是一直说 想要去看美丽的花雕图案吗 我让永祥带你去花雕记忆 最好的清远事态那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无与伦比的花雕图案 二小姐你看这谁干的 姚璐 姚璐你在哪 姚璐 你出来 你这样躲着想什么呀 我不稀罕你这样 我想见你 姚璐 你出来 你别躲着我 好了好了 二小姐别再喊了 她不出来肯定是有她的难处 你 你容她呀 好好想一想 想通了她就会出来的 姚璐 姚璐 你别丢下我一个人 你在哪儿 姚璐 你出来 我要见到你 嫂子 我把人叫来了 爸 冬家 找我 看来松田 真的想要对凤凰坡下手了 我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儿 回到凤凰坡 给我爹报个信去 赵老板 咱们走这事您就包在我身上 您准备一下 天一黑咱就动身 赵老板 赵老板 这怎么会有个暗门呢 你忘了 这酒楼可是我盖的 你不知道的秘密还多着呢 走吧 好 赵老板 来 赵老板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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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这点涮 走吧 快走 把棚子喝严点 好 好 爹 一笛啊 你回来干什么 你回来只能给爹添乱 帮不上什么忙 一会儿 赶快带上蜜红 一同 离开这凤凰坡去投奔 清远师太 她是出家人 这个人暂时还不会为难她 那您呢 您怎么办 我想再会会这个老星天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老相识了 爹 今非昔比了 当初您认识她的时候 她还披着羊皮 现在已经原形毕露 穷凶极恶了 她们如果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根本不会善罢甘休 是啊 她就是想得到女儿臣的秘方 和神教的秘密 我呀 得绝了她这个念想 爹 您能不能别这么固执了行吗 好东家 大小姐回来了 您说 您说 这回 就全靠你了 好东家 背足了酒肉 好好地招待她们一回 放心吧 东家 那不让客人吃饱了 喝足了 那 那也不是咱的风格呀 咱们给客人哪 多准备点下酒菜 这回呀 让他们吃饱喝好喽 来来来来 放到那边去 放这儿 好 快去 丁叔 我真是体会到了 做王国奴的悲哀了 无处可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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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无需再躲 无处可躲 就无需再躲 绝不能让这帮畜生 拿走咱们老宅的 一粒粮食 一滴水 的 一滴水 这些让人 列祖列宗在上 德宏无能 丢了祖宗留下的万贯佳业 恐怕连祖宗留下的凤凰坡 都难以保全 倭寇猖獗 欺人太甚 德宏决心 与凤凰坡共存亡 以此惩处强盗 也不枉凤凰坡 传承了百年哪 德宏无能 妄祖宗赎罪 大小姐 大小姐 前面就是渡口了 你带着他们赶紧走吧 带他们去莲花蝉寺 我还得回去 帮着老东家对付那帮畜生的 医生 大小姐 快走吧 你们在这儿啊 只能是添乱 一共格 你们有一点 物业 有 肯定能清识 有 潮 冲吴 nen 们 直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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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施占酿酒的手艺 还逼着我们酿酒人 竟然已卖酒养家糊口了 你们还不善罢甘休 竟然跑到我这深山老林里来 要逼着我出山为你们卖命 你们也欺人太甚了吧 臭老先生 你是在这深山里住得太久 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 不天之想莫非王头 大日本帝国皇军 已经占领了整个中国 还有你所言的属于你的 凤凰泊满 那只是你们的一厢情愿 你们的王只是你们日本人的王 可我赵德宏 没有关系 我只知道我脚下这块土地 是我们的土地 容不得你们日本人来撒野 老东家 别不识抬举 黄军要是一生气会灭了你们赵家满门 这可真是啊 家门不幸 你连仆人都变成恶狗了 你是个连畜生都不如的畜生 想当年哪 我看你啊 像一条饿得半死的狗 可怜你才把你带回家 还让你当了管家 没想到 你这条赖皮狗恩将仇报 我 竟然给我引来了一群狼啊 我 哎 哎 爹 您消消气 什么都好商量 您还不知道吧 这黄军啊 把咱女儿臣 作为全国的统一品牌了 也就是说 要统一跟规范全国的黄酒市场 您不是一直想把女儿臣做大做强吗 这算不上是天赐良机 那这也是 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啊 爹 这机会实在是难得 您一桶天下黄酒的时候到了 您可别糊涂啊 王世贤啊 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 就是把我好端端的女儿 嫁给了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没囊没气 他钱看得比你爹还要中的势力小人 你就是一个吃里扒弯 放着人不去做的畜生 你赶快给我滚 别脏了这块地 你 赵世伯 您真是误会松田先生啊 在上海 伊迪把先生坑成什么样子 我是知道的 可今天先生不计前嫌 放下身段 亲自来拜会您 实在不是来难为您的 这是谁家的转眉官楼啊 让你给拱出来了 这可真是 嗑瓜子嗑出个臭臭 什么人都有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松田先生大度是吧 是因为他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了你 对吗 你说我的女儿坑了松田先生 你怎么就没说说 他是怎么把周万全老爷子给逼死的 是怎么把周秦岚肚子里的孩子 给害死的 这就是一报还一报吧 可是万恶之源还是因为您啊 如果当初您 顺顺当当地把赵伊迪嫁给我 今天的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 所以如果说有恶人的话 最大的恶人是您 赵德红 我刚才说过了 我这辈子 做的最错的一件事 就是把伊迪 嫁给了王世祥 可是我这一辈子 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拆散了 你和伊迪的婚事 你就是个见利妄义 浮躁虚妄的小人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虚子 像是哪一样 华人 岂子 找老先生 先下小气 先下小气 我想最后再重复一别 你放心 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女儿臣永远都是造假的 合作方式也极其简单 你只需提供出 女儿臣的酿造秘方 以及神教的秘密所在 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我们大日本帝国 会动用国家级的宣传机器 把女儿臣的品牌 推向世界酒业的顶峰的 至于 令人分成嘛 有赵老先生定夺 你看 可以吗 我呢 也在跟你啊 重复的说一句 你如果是一个纯粹的酿酒人 我会把我的酿酒记忆 传授给你 你要是个过客的 我可以好酒管够 喝得微醺出门一拍两散 如此看来 你是打定主意 不想合作的 宋田先生带着大兵 鹤枪实弹 是来跟我合作的 好吧 那你就别怪我 不将情面了 西听尊便 你 老鬼 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再不合作 我会烧死你 顺便将权力化为灰烬 烧死他 你们真心的猪 狗 雷狼 畜生 什么叫秘方就在我的心里 有本事你们竟来拿呀 你们来拿呀 来拿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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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龐 铁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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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动作的力量 就是 快走 快 不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兄弟们 够你好瞧的 宋天老儿 你不是要找神教吗 你上来 你上来啊 你丁爷爷 我带你去找 上来啊 打死他 别开枪 他是赵家的老管家 抓活蛋 快 抓住他 好 好 走 走 小鬼子 快来呀 跟着你盯爷爷上啊 快点啊 追 12分不就 是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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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儿 你投下 我不杀你 老东家 我老钉头儿啊 答应过你 就是死 也要保护好咱这儿凤凰坡呀 今天哪 今天我老钉头儿 给你们交差了 老钉头儿 林宏 老钉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拉住他 快 来 来 你赶快去找你异地姐 告诉她你姑父还活着 以她的秉性 一定会去找日本人报仇的 便闹出更大的祸事来 快去 好 プレイ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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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丁叔 我这辈子对不起赵家 更对不起爹 自打我定期那天起 就没给赵家带来一刻的暗影 让爹不仅没有暗度晚年 反而饱受了丧子之爱 家破之痛 临劳 也不能闪住 弟弟 你若在天有灵 就一定替己好好照顾咱爹 我这就去为爹报仇 爹 爹 丁叔 我一定要让松田秀姬 血债血还 不杀了他 我势不为人 一鸣 姐把爹和丁叔 就拜托给你照顾了 姐 霓头 你们干吗呢 杨鲁 你跑哪儿去了 你看现在家都成这样了 爹和丁叔都没了 姑父没有死 谁 就是老冬家 老冬家还活着 我爹还活着 在哪儿 你们跟我来 好 公子 我爹还活着 你拿 anybody 给你拿走 咱们 你把我杀了 都跟了进来才是受招的火 都是我害得赵家家破人亡 是我害死了伊犁哥 姚鲁深感纪念深重 求死不为过 孩子 赵家跟姚家情同古露 我跟你爹是亲如兄弟 其实你来到凤凰坡的时候 我是一眼就认出了你 太像你爹了 真是相由心生啊 我一看你啊 就不像是个害人的孩子 李太医一次次的约你 你一次次的给李太医送信 我都心知肚明 姑父既然早已知道真相 为何还视我为己出 孩子 姑父是不愿拆穿你呀 我怕吓跑了你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了 我不能再失去第二个呀 你那个表叔李太医 你那个表叔李太医 他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他就不想想 他把我那么好的兄弟的 唯一的一根毒苗苗 给我送来入赘当女婿 我能对你不好 孩子 我也是有私心的 我还想让你啊 为我养老送中呢 你 德红兄 这些年来 你这儿装的东西太多了 不仅装着救难 救魂 还装着对姚家的恩 对姚家的爱 我知道 你心里最委屈 最憋屈 最心痛 这一辈子 也只有你 心底最敞亮 最宽固 最坦荡 一同啊 爹 你带着米红 陪姚璐出去说说话 我和清廉师太 还有你姐 有话要说 嗯 爹 您要说什么事啊 一爹 来 摆嫁你的亲娘 他就是你朝思暮想 从小哭着喊着 要找他亲娘 一爹 快叫啊 得红酒 别难为孩子了 他心里太苦了 他一肚子苦水 都没出刀 一爹 这些都是你爹我的过错 从小爹就告诉你 你的娘死了 看来想让你接受这个事实啊 得把事情的原委都干